出國旅行除了買機票之外 當然大部分的觀眾朋友出國都會 帶兩瓶酒回來 都說出國買酒比較便宜 所以T大 老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出國買酒 是不是會真的買到比較便宜的酒呢 那是一定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是 因為一般人常常心中有個誤解 覺得在免稅店買酒 免稅嘛 免稅一定比較便宜 是 但事實上 這個每一個機場的免稅店 價格同一款酒都不一樣 每個機場的價格都不一樣 但有沒有通責 據說有些酒確實會在國外的 免稅店買比較便宜 唯一有通責的是香檳 香檳 因為在台灣的香檳要苛徵奢侈稅 只有香檳嗎 紅酒不會嗎 氣泡酒 只有冒著氣泡的酒要磋奢侈稅 只有香檳會被磋奢侈稅 因為政府認為你喝香檳 就是在做奢侈的行為 那其他什麼威士忌都不會嗎 威士忌免稅 白蘭地免稅 然後紅酒免稅 一般的紅酒10% 好 所以也就是說 香檳酒真的在免稅店買會比較便宜 在國外買比較便宜 就差20%的稅 好 差20%的奢侈稅 好 不過紅酒今天現場 帶了很多紅酒 我們來談談紅酒 紅酒 哪一支紅酒增值最大 一般增值的紅酒 主要就是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 它本身是在市場上是供不應酬 每年出來都會被買光 第二個就是這個酒廠 酒莊它有努力的在不停的抬價 努力的不停的抬價 努力的不停的抬價 你現場有帶來一款 就說漲了10倍的 像這個叫做Pertruth 這是法國波爾多 大概是最貴的酒 這一款嗎 這兩瓶是一樣的 不同年份 像它年份差也差很多 像這瓶是1982的Pertruth 是 其實他們當初出廠的價格 最原始的差不多 1982的目前在台灣的成交價 大約是18到20萬 哪一支18到20萬 這一支 這一支要18到20萬 那為什麼這麼貴 就是供需問題 就是有人就是會花18到20萬 它這個年費有什麼特別嗎 1982年這個年份很特別嗎 年份是相當不錯的年份 可能是最近這一世紀 最好的幾個年份之一 那個年份是葡萄產的特別香甜 就是當年風調雨順 風調雨順特別香甜 所以1982年的這一支紅葡萄酒 大概18到20萬 那當初剛開始賣的時候是賣 最初剛開始賣的時候 大概台幣5千塊 哇 所以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就是40多年前 40多年前 剛開始賣的時候是台幣5千塊 那現在是到18到20萬 那你說這一支 像這支一模一樣的酒 它年份是1993 那它的這一瓶就只要5 6萬 現在 那當初出來的時候 大概也是8千1萬左右 剛出來是8千1萬 那現在是5 6萬 但也漲了不少 漲了5 6倍了 對 但是像 你看像這支1990年份 跟93年份年份很接近 但是90年份現在 一瓶都要超過15萬 好 那它又跪在哪裡 跪在它的年份 年份特性 就是1990 90跟93也不過才差三年 1990就是風調雨順 1993就是當年就下雨 就稍微差一點 所以還跟它的年份有關 所以紅酒到底哪幾個年份 是最值錢的年份 這個又牽涉到各產區不同 像波爾多的好年份 不一定是加州的好年份 隔那麼遠 甚至波爾多的好年份 不見得是伯庚蒂的好年份 甚至波爾多紅酒的好年份 不見得是白酒的好年份 這個就要好好的背一大堆東西 這個學問可大了 那現場就是 像1982就是 就是絕佳年份之一 然後1990也是絕佳年份 就是最近100年你要選出 10個最好的年份 這兩個年份都在其中 93年就是中等很普通的年份 漲幅很大的酒 好 那這一支呢 這一支 像這一支 就是值得收藏的酒 還有後面這支 像剛才這一支說 不是 哪一支是值得收藏的酒 這一支 好 那我們先講這一支好 像是說18到20萬 這支我當初買的時候 就1萬塊 1萬塊 現在呢 今天我剛剛查的價錢 是24萬5000元 那當初買是在 這台灣買的 2002年 因為2002是我女兒出生的年份 我當初只是為了買一些酒 紀念一下 結果沒想到長了20倍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這支酒 為什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一直長這麼高 這個酒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酒莊的主人 非常努力在抬它的價錢 這是什麼酒莊的酒 這個酒莊 其實成立才1988年才成立的 歷史其實相對不久 當它成立之後 酒莊的名字是 叫樂化 中文我們一般叫樂花 樂花 好 來 那它這麼多年來 就一直控制它的產量 然後不停的去努力抬高它的價錢 以量之價 對 它的總產量其實並不多 但是其實也有個相當的量 那就在拍賣市場上 就不停的競標的結果 就事隔這個二三十年之後 現在它已經大概是伯庚蒂 甚至是全世界最貴的酒款之一 它有很多款 它最貴的那一款叫Muccini 一瓶上個月的拍賣價 新年份15年份 我記得是200萬台幣 一瓶酒 這瓶所以二十幾萬是小意思 現場 老師還帶了這兩瓶酒對不對 這一瓶 這一瓶還沒講 這一瓶來 這一瓶是 好 那這個就主要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去判斷一瓶酒的CP值 其實CP值的判斷方法非常容易 就是C跟P C就是什麼 C就是它的品質 口感 這些眾說紛云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看分數 分數怎麼看 專家打的分數就去查 上網去查就可以查到 更重要是P P就是什麼 價格 同樣一款酒在全世界各地賣 價格還真的就不一樣 所以在台灣如果有本事 賣到比美國一模一樣酒便宜的話 是不是這個CP值就相對高了 是 因為美國的量這麼大 多少酒 你的選擇這麼多 我台灣還可以賣得比你美國便宜 那當然CP值就很高 對 所以我怎麼知道它的酒CP值如何 我們是不是上網可以查得到它的分數 沒錯沒錯 像這個很著名的網站 叫做Wine Searcher Wine就是葡萄酒的意思 Searcher就是Search加ER Wine Searcher上去查 大家看這個酒標跟這個酒一查就查到 它在美國的均價是多少 台幣686元 它在台灣賣多少錢 台幣550元 台灣賣的還比美國便宜 說它CP值高不高 高 而且重點是剛剛講那個C 至少P這個已經過了 它的C專家打的分數 有些有名的專家 有一個人打92分 另外一個人打93分 我們先不管這些專家 誰比較專 但我們如何看到它的分數 它上面會有嗎 分數可以去查 它也會有 在這個網站上也會有專家打的分數嗎 對或者說你上Google去查 把酒名打出來 後面查一個POINT 多少分 通常就查得到了 那通常是多少分算是高分 一般來說 因為不知道酒的標準 看價錢 像那種幾百塊的酒 拿到90分以上就不容易了 所以能夠到9字頭 就表示是不錯的品質 幾百塊的話 如果你是那種一兩千的酒 那沒有9字頭我就不買了 一兩千的沒有9字頭不買 那一兩千大概要到幾分才能買 通常就90分以上 然後你還會看一下它的一些背景 這個酒是不是名酒 這酒看起來酒標美不美 這個多少也是一點點的加分效應 不過說到酒標 我們要來談談真假紅酒 其實市面上坊間假的也很多 我們怎麼去分辨真假 一般所謂的假酒 這個年頭 以前都用餐巾紙 然後看那個顏色不是 那個已經過時了 那個過時了 對 現在這個時代要怎麼樣測真假 就是您剛剛說的 可能用很便宜的酒 裝一些很貴的瓶子裡 這個我們怎麼測 其實很多人有很多做法 像有些去用紫外線掃這個酒標 有些酒標它在做的時候 就會有亮點跑出來 不太懂 你現場可不可以做給我們看 這支是螢光筆 對 好 來 像這個 你們看到這邊有一條亮點出來了 一條亮線 對 這是防衛標籤嗎 對 這酒莊做的 它在1989年後才做 所以我掃1982的同一支酒 就不會有 你看它不會有亮點 它1989年之後的Pertruss 它就會有這種亮亮的一條線 不均勻的左一條又一條 可是它自然是用 比較低價的酒莊進高價的瓶子 那個酒標也是真的 你如果拿到 你拿到真的瓶子當然就沒辦法 但是你可以去印假的酒標 你就自己印這個一樣的酒標 你就會不曉得要印這些 所以酒標有可能是自己印的那一種 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但是你當然可以藉由高科技 印出一模一樣 你用這個什麼 有螢光劑的酒標的紙 我也用 我也印假的 所以唯一最保險的 能夠辨識加久的 就是看軟木塞 軟木塞更準 好 我們怎麼看軟木塞呢 好 因為一般假酒做 你花同樣的力氣 當然做老年份 當然 對 既然做老年份 你想一個瓶塞 就跟古董一樣 我既然照假我就照古一點 塞在瓶子裡 既然跟酒裡面泡了40年 你拔開之後 它會有什麼反應 不是你做得出來的 你做不出一個 跟酒泡了40年的軟木塞 好 舉個實例 像大家看 正常的軟木塞拔出來 年輕人這種肥肥胖胖的 很均勻 很正常 這就是正常軟木塞 這就是正常軟木塞 這個就是老酒拔出來之後 就開始縮 從拔出來之後 就開始不規矩 所以它正常的時候 本來是長這樣 對 就拔出來 縮水就對了 因為它已經跟葡萄酒 泡了三四十年了 就跟我們人一樣 老了之後會倒縮 我們人可以保養 不是 但是身高通常沒有辦法 就是聽說老了之後 就是會矮一點 好 所以就說它老了之後 其實它的這種軟木塞 就會變得比較小 而且會變形 對 而且它是 你無法預測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它應該是不規則的變形 對不對 像這樣子 好 那還有什麼分辨呢 好 最主要就是軟木塞了 但是通常 但是我可以問一下嗎 這兩個都變形了 對 哪一個比較老 是不是就是 不一定 不一定 就不一定 因為你每一個酒廠 你的軟木塞的來源 不一定相同 好 所以 並不是說縮得越小就越老 如果人家跟你說 你看這個軟木塞縮得這麼小 這肯定比這個老 那就不一定了 不一定 好 所以看軟木塞 比看酒標還準 好 這是今天我們增加了很多 紅酒的知識 好 黃酒 要怎麼摻? 排鈑 有 ww さ